今天是7月15号 我上一次做一个视频 就是7月5号 大概十天前 当天是用自己做的测试 是显示两次都是阴性 但后来还是觉得不妥 就是又去做了那个PCR 后来第二天就有结果 就显示是阳性 所以到现在就已经是9天10天了 经历了不少 虽然只是10天一个多星期 但是一开始就5号开始 其实4号晚上就有一些症状 有一些微烧 然后5号开始就更加的发烧 然后头颅痒 然后浑身无力酸痛 这样的话持续了大概3天到4天 不知道有没有4天 大概3天左右 3天多 就是整个就是 但是烧又不是特别烧 烧的话最高 好像都没有超过100度 就是华氏100度 都是在98 99这样 可能偶尔有超过 但我没有测到100度左右 但我两个小孩 一个就是两个都比较小 他们就是通常都在103度这样 那他们大概持续了两三天 他们就好了 然后我们就还有一些问题 就是后来最后是喉咙痛 咳嗽 咳嗽痰 然后这之后就又过了两天 然后没有症状之后 就觉得可能又好了 全家都没有症状了 然后就又去做测试 还挺挺着急的去做测试 看一下结果 又去做了一次PCR 结果还是阳性 后来朋友跟我说 就是没有那么快的 至少都要一个星期 然后后来就没有再做 然后直到前天早上 我又觉得已经又没有症状 已经四五天了 然后我又去 我又做了一下自我测试了 结果还是有红色的 那个小线 这个小杠 然后昨天一天 我也没有去再测了 但是反正人 全家人都没有问题 那就这样隔离了 大概九天十天这样了 然后昨天做了一个audition 然后今天早上 就又做了一个自我测试 就显示一点都没有了 就是阴性了 那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就是对身体上 也就说一个发烧 就是发烧感冒 咳嗽喉咙痛的这种症状 其实对身体上 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但是对事情来说是影响还是蛮大的 第一个我是耽误了一次拍摄 然后还影响了整个剧组推迟拍摄 哎这件事情说起来就是特别感觉到 就是这个疫情和我给打这个剧组带来的一些麻烦 我就是特别过于不去 毕竟人家准备拍摄的话 是前期做了很多工作的 然后到拍摄的这个时候突然就是中断了推迟了 然后同时组里面也有两个人 至少我知道的有两个人也感染了 就有可能是那天我去拍照的时候 拍剧照的时候感染的 虽然当时我是化妆都是戴着口罩 但他还是感染的 然后我的对手的演员的话 他是因为我们俩都没有戴口罩 所以他也是感染的 所以说起这个事情的话 就是还是 其实已经经历了两年多的时间了 就是疫情到爆发到现在 其实我们经历了各种阶段 一开始大家都特别小心特别的注意 那那时候周围几乎你就听不到任何人有感染的 然后接着又过了一年多 大家就陆续的放松起来 然后后来有了疫苗 大家就更加放松 然后疫苗之后有加强针 然后整个就大家就 就是这种对病毒的认识和态度也完全转变 就觉得我们可以共存 无所谓 就算得了也没有关系 那时候是开始无症状的开始嘛 所以大家都就就就 就已经非常的放松了 就我其实在工作的时候也很多时候不戴口罩 然后出去的时候不是那种特别人 特别密集的室内的 我也不戴口罩了 但即便是那个时候也没有中招 但没想到就是在前段时间 就是大概一个多星期前 这个我现在觉得有可能是这个变种 就是BA5这个变种可能是更厉害 它不但是让你容易感染 而且会有症状 所以的话就在这段时间 我后来就又发现我身边好多朋友都陆陆续续 要不然比我早一个月要不然就最近都受都中了 然后我们看那个数据也知道就最近就是感染的这种比例也是特别高特别高 所以估计这一波的话基本上让所有人都 大多数人都会感染上 感染上说实话真的就是目前来说 我所知道的对身体没有特别的什么影响 但是对工作来说确实影响很大 我的店里的话 我的快递店里的话 幸亏我这个员工特别棒 他就是非常认真负责 然后我这段时间我都没有来 我就是早上和晚上来一下 有时候都没有来 那基本上所有工作都他在完成 我所以非常感谢他也非常辛苦 他也非常辛苦了 所以今天我就让他晚一点来 我今天开始工作 还有就是你看我拍摄影响了 那另外的话7月12号的时候 我有个片子就是期待已久的一个片子 在学校的screening也是错过了 那没想到我错过的那一天的头一天 我们的导演也感染了 他也没有参加 我也没参加 所以整个这个学校的展映就是 我我倒无所谓 最重要的导演都因为这个疫情来不了 中招了 所以的话对这种工作和生活的影响 还是挺大 所以的话 我最近看到周围也是戴口罩的人也多起来了 所以的话大家还是要多注意一下 但是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在你中招的这个期间的话 其实最重要是多休息喝水 然后有什么症状的话你就吃什么药 比如说你有发烧的话那你就吃退烧药 然后头痛的话吃头痛的那最有效的就是那个 还有另外一个 哎呀我我吃的不是那个有个白天和晚上分开吃的 就是他有是退烧啊有就是 有那个止痛啊就是全身酸痛那种止痛 还有喉咙啊咳嗽啊这些都管了 而且有一天我吃错了药 白天我又吃成晚上药 所以搞得我又更加昏昏成 大概是那时候是有症状的第二三天的时候 哎弄得我就那一天就是 啊睡了好好久 所以大家就是多吃这些 呃要去把你这个症状很快就会下去 所谓的莲花清瘟的话 那还是不要吃了 如果你会关注王志安的视频的话 你也可以去看一下关于莲花清瘟 它是什么样一种药啊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说7月22号 刚才说错过的那个screening呢 会在LA shots上面会有一个手印 然后同时另外一个片叫昨日今日 Wax and Wayne也是我的一个片子 啊然后还有一个是the code of family 呃一共有三个片子在LA shots 就是我参演的有三个片子在LA shots上手印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去参加这个电影节去看我们的影片 啊分别是22号和24号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 祝大家健康 大家多多注意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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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